三八國際婦女節即將來臨 屏東縣長周春銘身為七十三年以來 第一位女縣長 在今年也帶領縣府團隊 以女性的需求為出發點 祭出了在地婦女政策 除了輔助二度就業的婦女之外 還全國首創跟騷被害人一戰式服務 從人身安全到職場福利 都承諾要成為女性的靠山 一起粉紅色西裝出席 屏東縣長周春銘優雅又不失幹練 這搭配也呼應三八國際婦女節的到來 在婦女節前 系和縣府團隊七位同仁一同出席 身為七十三年來第一位女縣長 一上台馬上就宣布 為在地女性蒙福利 婦女生第一胎 我們就提供月嫂的服務 強化婦女權益上面 我們要做得更細膩的照顧 祭出在地婦女政策 包含女性生產月嫂到宅 擴大至第一胎 全國首社長照處 以及唯一全面客戶照顧醫療照護 並支持女性進入職場 另外還有全國首創根騷被害人一戰式服務 要保護女性降低任何風險 我們會建立溫馨的提醒 還有所謂的聯繫管道 讓她在這個平台上能夠得到安全的維護 從日常生活到職場福利 甚至是人身安全和警方一同合作 就是要承諾成為女性靠山 更多就業的保障的機會 我想這樣的政策 我們會更擴大來舉行 鼓勵女性勇敢上前 讓她們的身影被看見 身影被聽見 舊叛打造性別友善環 建議讓屏東成為女性 發揮各種可能的希望程式 你是你的依靠 記得蘇世偉 朋友們走